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資料 內容會和一些不同的資料性 第一,我們看到自從新冠以來 2020年之後 中國出口的汽車直線上升 我們看到這個上升速度在過去十年沒有見過 有這麼快的上升速度 這裡德國汽車在2010年和2011年之間 有一段非常大的上升 然後又平下來 現在德國汽車已經跌下去 稍微上升少少 日本一直以來都比較穩定 南韓上過去但已經開始跌下去 美國上升得相對慢 現在保持平衡之後 中國這個上升趨勢 歷史上沒有見過 起碼這十年來沒有見過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中國在電池技術上領先 在各種不同的技術之中 中國最差的三個之外 已經佔了世界市場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或以上 這裡可以看到 深藍色的是中國部分 其他就是中國以外 只有兩個國家 中國和中國以外 這裡可以看到 電動汽車的上升速度 亦非常快 這就是由2017年開始上升 在2020年開始 上升幅度是非常非常快 佔在汽車市場上 而電池方面 剛才是技術的電池方面 中國的兩大電池廠 加上已經超過全世界50 即是會說 中國其中一個強項 就是來自電池 在2021年開始 這個應該說的是 中國的 Made in China 2025 2025年的中國製造技術 其中在那裏提到 就是想在很多方面 要佔領先地位 因此第一步採取行動 改變了一個工業政策 就是推動國內的電池工業 要求外國進來的公司 如果你要賣電動汽車的話 就要將部分的技術 和中國分享 這裏提到 我們正在使用市場換技術 但大家記住 這個所謂換技術 中國是要付出代價的 而另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屬於合格的 那些 汽車方面 就可以有減免了 一步步 中國控制了大部分的 Mining Project 青海 青海中國地方 用來產生 Lithium等等 中國在各方面 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 包括在非洲的Cobo 之後繼續在稀土方面 供應鏈下了非常多的投資 造成現在中國 在新的電池工業上領先 這裏說到 這個形勢 對國防來說是很重要的 這裏說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的汽車大企業 例如GM、Ford、Kaisler 可以很快就由 做汽車轉變成為 產生武器 例如 GM、General Motors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生產了九萬七千幾架廣炸機 有二十幾萬個飛機引擎 有一百九十幾萬個機關槍等等 而Kaisler 亦都做了五萬個坦克車 當年的坦克車的樣子 而當時美國幸運 有汽車工業 所以很快就可以將汽車工業 轉換成為 Defense Manufacturing 而今天來講 我們看到 中國除了汽車工業之外 在生產方面 所謂Value Add 增值方面 中國要領先其他很多國家 印度在這裏 但印度也不算是一個大的工業國家 其實包括歐盟 歐盟有很多國家 歐洲 跟著有美國 美國跟歐盟之間 工業增加率 大家差不多 跟著有日本 中國是遙遙領先 即是在工業生產方面 中國是遙遙領先 亦都因此 亦都因此 如果一旦 發生台灣那邊的問題 如果美國因為台灣問題 而和中國一個長期的衝突 美國能否產生足夠的武器呢 當然我們要知道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不關美國的事 所以下面這個朋友指出 Mind your own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Good friend 不過China Taiwan is a Chinese civil war Mind your own business And go home Yankee 美國佬 你回家吧 這裏有個挺有趣的視頻 起了跑線開槍 你跑得快嗎 打你 打你 對了 沒力了 沒力了 怎樣呢 改變那個終點 自己去衝刺 這個 講緊就是 看多一次 講緊就是 現在 在美國領導之下的 國際的所謂競爭 不是靠自己走快 而是 打倒對手 變成自己第一